热点时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荒诞的毛诞 作者 胡平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胡平是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 中国人权执行理事 民运理论家 这篇评论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下面是文章的正文 今年12月26日 是毛泽东130岁名诞 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上午 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 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 长月十年前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次提到江泽民 一次提到胡锦涛 三次提到邓小平 可是在这次讲话中 邓江胡都一字不提 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 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 我当时就指出 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 贬低凳 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 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淡的前一天 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 发表社论 重温时事求是思想路线 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时事求是 并指出经济不振 金融风险显露等 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 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 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韶山的民众纪念毛淡的活动 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 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淡的活动 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 主要是年轻人 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现场 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 要社会主义 不要资本主义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要资本主义复辟 要人民的公有制 不要大官僚所有制 要真正的公有制 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 要毛泽东思想 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 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 如今日欢呼孙大胜 指缘妖物又重来 和人民胜利今何在 满路新贵满目哀 另外 毛粉的乌有之乡 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打着毛的旗号 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 愚弄劳动人民等等 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 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弹的报道中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 当天晚间 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 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 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枪妹子唐单 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 按说这位北川枪妹子唐单做腊肉的事情 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 算不上新闻了 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 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 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 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 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弹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 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 从土改到镇反 到反右 到三年大饥荒 到十年文革浩劫 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 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 不但在民间 包括在中共内部 在中共高层 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 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 对毛做了公大于过的正面评价 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 事实上 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 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公大于过的结论 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 是权宜之计 在过些年会重新评价 会更多否定 更多批判的 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 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中止 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 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 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 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全文完